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拍的话就尽情拍吧 要把我拍得漂亮一点哦 对了月子 你说我的照片能卖多少钱 你的话十万日元也有人买的吧 专心拍照的月子 没留意到一直在她身后的老师 被老师逮个正着 老师 辛苦您了 月子这才意识到她中了富江的圈套 她被处以停学一周的处分 停学后的月子去照相馆充印照片 这是什么 怎么会 这些照片就像被二次曝光了一样 富江仿佛随时会从体内分裂出另一个自己 为了报复富江 月子将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 带回学校肆意散播 富江看到了照片 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两个 我有事情 想拜托你们 月子 快跑 这时 珊琪赶来告诉月子 怒火中烧的富江要将她置于死地 她带着月子躲到摄影社 珊琪还提到 富江那女人似乎有着奇怪的魔力 她能让男人为其痴狂 甚至成为她任由操控的傀儡 这时 珊琪忽然目露凶光地 拿起胶卷 你去死吧 这时珊琪只有一个念头 完成富江交给她的任务 杀死 全责月子 原来她将月子引到摄影社 只是为了抢在两名跟班前 杀死月子 好让自己在富江面前独占功了 荒门针着的月子 把鞋影里也洒向霜气的双眼后 成功逃脱 回到家的月子 本以为事情会暂告一段落 但没想到 富江一伙丝毫没有放过她的意思 月子同学 好久不见 富江告诉月子 她是来道歉的 之前发生的事 其实都是误会 并且还邀请月子 去她家里做客 然而月子 并没有相信富江的话 她认为富江 就是个谎话连篇的怪物 陈子同学 你刚刚说 我是怪物 我问你 你是不是 说我是怪物 啊 啊 我的头 我的头 月子留意到 富江的右侧头部 不知道什么时候 长出了另一颗头颅 惊慌失措的富江 命令两名跟班 把多出来的部分砍掉 于是 二人把月子绑在一旁 开始动手 疼疼疼疼 疯狂的二人 却意外将富江的整颗头颅 砍了下来 身手分离的富江 失去了生命迹象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二人 打算把目击者月子 也除掉 匪夷所思的是 富江那新长期的头颅 却还活着 他吉斯底里的 让两名跟班快点 把原来的头颅烧毁掉 于是 浑身是血的二人 就这样带着头颅离开 目睹这一切的月子 昏迷了过去 醒来后的他 大惊失色 因为富江的无头躯体 竟然不可思议地 爬了起来 在他进步的切口处 已经长出了 另一个新生的头颅 仿佛重获新生的富江 离开了月子家 醒来的月子 希望昨晚的一切 只是噩梦 但遍地血迹的房间 逼迫他去面对 这个圣人的现实 月子决定 向在外出差的父母求助 但家里的电话线 都被人割断了 无奈之下 月子只好出去找电话亭 而两名跟班 正打算回去除掉月子 珊奇在路上遇到了他们 拜托二人 带他们去见见富江 他迎来的却是一顿毒打 月子发现了受伤的珊奇 尽管昨天差点被他勒死 但看着自己的暗恋对象 伤痕累累的模样 心软的月子 还是将他带回家包长 惊魂未定的珊奇 告诉月子 他感觉到 富江就在这屋里 珊奇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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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富江 富江他在叫我 珊奇学长 珊奇学长 你在哪里 富江 珊奇寻着富江的声音 来到了昨天的命案现场 沾染了富江大量血液的地毯 居然鼓了起来 仿佛蕴藏着生命的地毯 逐渐浮现出人脸的轮廓 小太一双手 从地毯里穿了出来 温柔地捧着珊奇的脸颊 随后 双手的主人 终于露出他那妖夜的美容 地毯上的富江血液 孕育出了另一个富江 他轻轻地吻了山崎一下 珊奇学长的双唇 是属于我的 富江 你 你到底是 人还是鬼啊 你给我离开这个房间 这里是我们的爱城 好 山崎学长 再吻我一次 突然 其中一名跟班 木骨沿着管道爬了上来 他敲碎房间的玻璃窗后 打算袭击山崎 月子及时把山崎拉开 而富江的脸颊 则被四处飞溅的玻璃碎片划破 富江目斥乱入的木骨 你滚 滚得越越越好 木骨仿佛变成了断线傀儡 他爬上护栏 从房间跳了下去 坠楼身亡 与此同时 与地面连着一层魔状物的富江 摆脱山崎把他救出来 心急如焚的山崎 用玻璃碎片割向富江的躯体 刹那间血流如注 富江失去了生命力 迅速萎缩成一团 鬼状异形的塑料状物体 坠楼的木骨把警察吸引了过来 他们冲进遍地血迹的现场 将月子和山崎带走 之后 警方鉴定了现场的血液 但血液的主人并不是穿上富江 而月子提到的怪物 在警察眼里不过是一堆塑料袋而已 这宗扑朔迷离的案件 就这样不了了之 山崎在医院里逐渐康复 月子也和家人决定搬家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富江谎称抓了山崎 把月子骗到了自己的住处 富江的父亲告诉月子 当富江的精神出现了动摇 就会发生另一种分裂现象 如同月子之前目睹的一样 在头部分裂出另一个自己 富江父亲想让月子留下来 成为他的试验品 他要把富江的体液注入月子体内 月子慌忙逃跑 苏醒吧 我忠实的仆人 助力在一旁的中世纪盔甲动了起来 盔甲下的神秘人举起配件追向月子 月子躲进了二楼的房间 他发现一名神似富江父亲的老人 被困在牢笼里 他告诉月子 自己才是这座别墅的主人 不久前 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富江和一名神色怪异的男子 谎称要借宿一晚 老人的女儿善良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可没想到 二人竟然强占了这里 父亲囚禁了老人 还在他女儿身上不断进行惨无人道的研究 盔甲神秘人找到了月子 月子被逼到墙角 走投无路 此时 一颗巨型的女性头颅撞开了铁门 她的脸部就像被强酸腐蚀过一样 令人不禁一阵七皮疙瘩 脸部的主人逐渐露出她的真面目 映入月子眼帘的怪物 让人立马联想到合成兽的概念 五世富江细胞被注入了少女的体内 细胞每时每刻的分裂 增值 共生 变异 彻底改造了少女的结构 怪物忽然袭向盔甲神秘人 原来 她就是富江当时的另一名跟班 泰蒂 失控的怪物掐死了泰蒂 月子抓紧机会逃跑 但还是被富江拦住了去路 与此同时 那名伪装成别墅主人的男子 揭开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她就是曾经带领学生枝解富江 并一直暗中研究她的高木老师 这时 怪物捉住了高木 月子不顾一切地拿起相机按下快门 她要把眼前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当月子回过神来时 自己已经出现在了别墅的围墙之外 等到警察赶到现场 那里已经人去楼空 他们救下了虚弱的老人后 就没有别的发现了 高木 富江 还有那头怪物 都不知所踪 而月子在最后时刻 一连串周拍的照片 也几乎没有一张可以成像 除了这一张 月子拍相怪物时 拍到了她的本体 那是一名面带悲伤的少女 富江 全则月子篇 结束 在本期内容里 富江的分裂现象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只要她的精神产生动摇 就会从头部分裂出另一个自己 富江还会上演什么样的圣人戏吗 痴迷于她的高木老师 又会不会继续执行残忍的人体实验 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观看更多一堂热二的正本漫画 请下载不卡漫画APP 等你哦 请下载不卡漫画 请下载不卡漫画